曹教授,我也認識很多人病,他們找我,我就介紹他們 其實就我理解,信息療法是最幫助的 但是他們就很猶豫,什麼來的?行不行的?保險包不包?西醫怎麼看? 如果我去信息療法,西醫就說以後不要回來找我,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一直在改變? 現在是一直在改變的,我可以這樣說,近這十年八年 我沒有怎樣聽過,有些西醫還說你不要再回來找我 沒有這些說法,少了很多很多 事實就是嘛,關掉了這個包包就當你以後... 不可以的,其實不可以的,在香港是醫生不對的 不可以的,因為病人有病人自主權 就算你是西醫,病人有權不接受你的建議 只要他夠十八歲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很少的,有很多醫生都很願意溝通 我現在有些病人跟我說,我能不能讓醫生看純實療法 我說我這方面沒有問題的,我看你自己覺得有沒有問題的 你剛才說是願意溝通,我聽到溝通的方法就是 你不要讓他們這樣搞不好,以後不要回來找我 搞到死了死了再回來,這個是願意溝通 其實就是這樣的,他們現在少說了以後不要回來找我 但仍然有,的確還有一部分說你不要亂搞啊 也有的,但anyway 很多時候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沒有認真認識 信實療法 其實我們現在在香港,他的普及度是高了很多 就是多了很多人是批信實療法的 當然啦,仍然有很多不必要的攻擊 但是那些攻擊就不是公然地主流醫學去做的 反而是很多在網上那些不知名的人 有些打手、寫的東西 或者網上那些很多,包括網上那些新聞 很多都是亂來的,不過現在近幾年就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 剛才你說多了很多人,接受什麼呢? 其實是有多少呢? 譬如我先問你,如果我想找信實療法治療師 有多少個可以選擇? 我這樣說,100就沒有,50就沒有,20也有 20也有 都是註冊的 都是註冊的,有的 所謂註冊,不是香港註冊 香港未有註冊機制,都是外國的 譬如你英國有註冊,印度也有註冊,美國也有註冊 你歐洲有註冊,法國也有,德國也有,希腊也有,都有註冊 去哪裏找他們的名單?有沒有黃耀玉的註冊電話簿? 當然沒有 如果要找東西,你可以透過香港註冊療法醫學會去找東西 好了,你說的醫學會,香港有多少個? 一個 一個 我們正式在香港有註冊的,就是一個 香港註冊療法醫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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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年的歷史? 2005年到現在 我們主要是做執業的規定 道德倫理的操守 制定教育的方向 規管註冊療法醫學會遵守守則 和專業的操守 這些都是註冊療法醫學會要做的事 現在香港人很有趣的 如果你想做西醫,你不能選擇 你當然是去大學的醫學院 中醫又不是的 中醫還有很多其他學校 國內醫學院都可以 如果我想做順勢療法醫生 通常有什麼條件呢? 西醫學院的條件我都知道 中醫我不是很了解的 是哪一類人的? 譬如我做保健經紀的 或者我做廣告的 這樣才不適合做 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在我們順勢療法醫學院 我們的修生要求 只需要你在中文上讀寫聽講 搞得好就可以了 因為你不懂 你慢慢教導你懂 你過不了關就上不了去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是可以的 這個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聽到西醫讀幾多年 又出去實習幾多年 如果我讀上的條法 是幾年左右 一般來說就是六至八年 因為他讀的東西比較多 譬如他要讀的是解剖學生理學 病理學 古典花療學 整傳營養學 然後你再讀四年的本科 期間還要經過十八個月的臨床 差不多了 但是要在外國讀的 但是要在外國讀的 香港可以讀 人在香港住 可以在香港上課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把英國學院的課程 拿回香港 就本土化了 用廣東話 中文教學 可以 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牌子就是在外國的 對 你也要去外國 你去到差不多 你要去外國實習 還有要上課 如果英文不夠 即是不行 不怕 我們有翻譯 我們有即時翻譯 我們有即時傳譯 學院幾齊全的東西 剛才你提過 保險有一部分都會包 還有什麼是你看到 香港和政制力化的趨勢 現在不同了 譬如政府對你們 是不是現在越來越友善呢 友善了很多 真是政府有關的部門 對我們友善了很多 真是的 我不是拆鞋 是那句說那句 友善了很多 以前不是這樣的態度 現在好很多 現在好到什麼程度 起碼有得談 譬如很多事情你可以 直接去詢問他 就算他知道你是順勢療法 他都很認真回答你 他是認真解答你的問題 不是針對你的 這個是好很多的 是那句說那句 其他的主流醫療 中醫西醫 對你的態度 是否正在改善呢 我可以這樣說 不可以說他們主流是怎樣改變 但我覺得是個別 這是很難說的 因為有些醫生會接受其他醫療的概念 但有些醫生未必會 是 那看看他喜歡哪些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我看到的就是 越來越多是開明的 是開明的 他只不過是覺得 你這個問題 似乎是兼用信勢力法好些 哦 有的 有開明的西醫 也有開明的中醫 真的有 是那句說那句 但是他們不了解 又不接受你的問題 那怎麼可以轉解 當然他有了解 他也有接受 他也有聽講座 也有交流的 有些他不同意的 他有說 我們也有跟他溝通 大家一直改進講座 令到大家能夠和平共處 我們也有做這件事 有的 大學的醫學院 和你們 會不會 給學生 給你說一下 那這個就沒有 這個是沒有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現在暫時 香港是只有中大 廣大有西醫學院 現在暫時 沒有這方面的交流 這個的確沒有 內地呢 內地就有很多的醫生 他們那個接受信勢療法的程度 是高好度 我猜都是 西爾白權是全香港最強的 香港是最強的 但是國內的醫生 他接受度高很多 有些醫院 簡直是說 我們喜歡的話 可以讓我們在裡面註診 嘩 是的 都有 我們都有溝通交流 就是這樣 剛才你說我們喜歡 他們內地都應該有些人 是註冊了的 國內沒有 國內沒有 國內現在所接觸的 全部都是用 順勢療法這四個字來做編局 譬如有些什麼順勢療法中醫 那些就是假的了 順勢療法就是順勢療法中醫就是中醫 哪是順勢療法中醫 真的 都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那內地都會慢慢有機會進去 和世界接軌 是逐步會和世界接軌的 我們現在都和上面溝通的 也都有和上面開會 是上面有關的學術部門 那些都是很大的 就是很大的學術部門 也有些人開明的 開明的 開明的 那次我記得我在十二月的時候 我在上海一個論壇裏面 我負責順勢療法那一部分 講了順勢療法關於一些科研的問題 他們那些學者 聽完之後都和我們溝通 都說你令我們看順勢療法的眼界闊了很多 他說他們以前認識的順勢療法 只是順勢療法四個字 所以我們都要進一步交流 我們只要是正規的人正統的 我們都很願意去交流 聽他們這麼說 我忽然間覺得很樂觀 如果內地他們沒有這麼多西醫在這裏控制住 那內地接受程度高一點 雖然內地現在都沒有本土的順勢療法醫生 可能香港回歸二十幾年了 可能分分鐘內地你們可以做的事多過香港 當然我們希望兩邊都能夠做得到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 的確在國內屬於學術性的交流 明顯是比香港樂觀和開明的 這個事實 聽到也很開心 是的 我覺得和以前不一樣 不要介意 以前說動動動就要打壓 其實現在也沒有那麼離譜 聽到也很放心 是的 多謝你為我們做的事 拜拜 拜拜